作词 李宗盛 我们佛门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 叫心形一如 任何一个行为 都是心的反射 心的投射 所以有一句佛家的话 叫行一禅 做一禅 语莫动静体安然 禅是佛心 戒是佛行 今是佛语 所以这个禅 其实重要的就是 佛菩萨的存心 行是惨 做也是惨 一举手一投射 都是真心的流露 这个很重要 我们修学 从根本修 就是学佛菩萨 时时用真心 哪怕是走路吃饭 都是用真心 像 在金刚经 佛陀是 着衣磁波 入色位大臣 给 世众弟子 有供养佛陀的机会 一句话都还没讲 但是 弟子虚不提 他就看出来了 稀有世尊 就非常赞叹 他知道 佛陀每天都是应供 不是说他自己 一定要吃什么 因为佛陆那个境界 他不吃饭也行 为什么还是 每天 很有规律的 去应供 是让 众生呢 有这个修福 文法的机缘 这个是 虚不提看出来 佛菩萨 一言一行 都是慈悲的流露 那我们现在是学佛 就要学佛菩萨 的存心 进而 他的行仪 去效法 所以真正会用功的人 在很多细处 他不会分别 他都一切皆恭敬 一切皆真诚 他不能说 面对上级真诚 面对下级不真诚 面对人恭敬 面对物品不恭敬 那这样的一个心境 就已经有分别跟执着 我们之前跟大家 一起强调探讨到 学佛 是恢复 真心 恢复本有的 智慧德能福报 那他是本有呢 为什么现在不能起作用 但以妄想 分别 执着 不能证得 所以会用功的人 是在自己的念头上 放下分别执着 好像之前有跟大家提到 一心入一切静 那个一心就是 用真心 入一切静 对人 对事 对物 都用真心 真诚 亲近 平等 正觉 慈悲 包含洗手 你 洗干净 不浪费水 洗干净是对自己 身体的恭敬 不浪费水 是对资源的恭敬 而且 像论语当中讲 减进人 节减 为什么 接近人的 因为节减 从自受用来讲 它能连结 节减的人 他欲望不重 他不容易受诱惑 而节减的人 对他人的受用是什么 他省下来 可以去救非常贫苦的人 急难的人 那当然这个节减 假如这个节减的内在的状态是 变成贪财 或者令社 那这个就错了 他令社一定不肯把钱给人家 所以其实 每一个德恨呢 都有自受用 也有他受用 自他不饿了 所以我们其实在 修行的过程当中 会不知不觉 产生执着点 就是产生的新的分别跟执着 有时候自己不知道 比方说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苦那生活就要节减 这是对的 但是他一下呢 太过了 节减到呢 家里的人都生很大的烦恼 那他就变成 他自己要行道的时候 如入无人之境 别人什么感受 他都体会不到 那就是产生执着点 因为假如我们用功的方向对啊 应该是自己的贪生吃减少 是吧 我们用一个逻辑来看 自己用功对的叫自爱 自己真心里面有没有慈悲 有啊 所以他放下越多 他体恤别人的心就越强 这才是对哦 为什么学了之后 旁边的人越害怕他 这就是他在学的过程 有新的执着 大家常常要这样去观照 其实越轻的人 反而是我们 修学成绩的一面镜子 旁人又没有每天跟我们在一起 而且我们一遇到 比较不是身边的人 装也要装一下 留在别人心中一个好印象 每天见面的人 那装不了 其实我们有一个念头要装啊 已经不是在修行了 因为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 比方再打一个例子 一个人去参加佛期 哇念到第二天第三天 发洗充满 到最后一天呢 还没有前面几天发洗 为什么呢 他到第七天的时候说 哎呀明天又要回去了 又要见到那一些人 他反而最后一天呢 比较没法洗 哇那这个麻烦呢 他第七天不是很 法洗根源在那 他贪着这个念的法洗 是吧 这个才是修行 这个才有法洗 回去没有法洗 他简责的心就起来了 是吧 你不喜欢这个境界 常常抱怨惩恨心就会起来 所以应该是念佛越念 自己的慈悲心越出来了 自己的谱贤心量念出来了 应该念到第七天说 好我回去 可以好好的 礼敬诸佛 广修供养 应该是这样才对 所以我们往往在境界当中 没有这样去观照 有没有分别 有没有执着 反而就容易在向上用功 念了多少佛 磕了多少头 所以师父在 福利心贯注在 整个生命中 有一段开示 下集还没看 这个好再安排一下 师父讲 你每天念那么多佛号 磕那么多大头 处世待人接物 不能够落实 佛是白修了 成就很有限 这个要提醒我们 佛法重什么 实质不重行事 师父讲到 有一处说 生活是念佛 工作是念佛 应酬是念佛 处世待人接物 没有一样不是念佛 师父最后说 几个人懂啊 所以修学的次第 信解行正 你解偏了 解分别解执着了 这个行中也有分别执着 所以要圆解 为什么要听经 对宇宙人生这些道理啊 能够圆融无碍的理解 师父在这一集里面说 越学越分别 越学越执着 这个是我们在修学的路上 都会遇到的情况 而当局者迷 旁观者轻 所以为什么偶尔大师说 这个末法时期要 依重 靠重 很重要 比方说持戒 持戒 调伏自己的贪嗔 其实有自受用吧 但是假如持戒之后 旁边的人压力很大 那你看他的心境 是在往至爱的方向走 你比方说 以苦为师 我要节俭一点 然后衣服 好几天不洗 早也不洗 都产生味道了 那有没有他受用 他受烦恼 不是他受用 那你看 他用不用功 很用功啊 一般的有洁癖的一天不洗都受不了 你看他能够两个礼拜不洗澡 他也有功夫了 但是 不要在执着成向上了 你可以很久不洗澡 但是你要考虑到身边的人的状况 好 再来 整洁为强生之本啊 那时候太脏了 细菌也很多 有时候反而自己身体也会受影响 所以讲这么多啊 还是回到一句 神光不要太执着 所以这个话又说回来的 自受用 他受用 是我们在正思维当中 一个很好的标准 比方说你说 我为他好啊 哇这句话很重要啊 你为他好 他真好了吗 假如他没有真好 那你为他好 也是嘴巴讲讲而已 甚至于是什么 拿了一个大起 我为人好 我爱 然后随顺自己的性格 为什么 讲话很硬啊 你怎么东西这样乱摆 我是为你好哦 你看那个 那个一日常规 你都摆堵啦 你看这样讲话语气 人家容易说得了 对啊 其实我们讲话的语气 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在自爱状态吗 我们心是硬的 是习气做主 那他受用呢 他心里也是想 对啦 他讲的很有道理 不过很奇怪 我怎么闷闷的 你讲的很柔软 为他好 他收到的 你是真心的 你骂他 他都感觉得到 你们有没有被人家骂过 然后很怀念 我有曾经骂人 骂到自己流眼泪 那时候我也为自己挺感动的 骂我那四大天王 我曾经带一个四大天王 我真的 讲讲讲 讲到说 都流眼泪了 因为真的是为他们好在讲嘛 所以我在那一刻呢 我就回想小时候 犯错的时候我父亲在跟我讲话那个情境 所以很有道理 养儿方之父母恩 自己在带自己学生的时候 反而会回想到父亲那时候的一种心境 好 因为我们这一堂课是在建立修学正确的观念 因为你随时在境界当中要分辨 我们这一个念头是觉还是明 是正还是血 是静还是染 这个三规一是 我车票一上车就没有 没有离开过身才行 才会受用 一离开身你的方向目标就不对了 好我请教大家 佛式门中 不是 指闻来学 未闻网交 听过吧 好 但无量寿经又说 为诸众生做不请之有 请问这两句话有没有矛盾 指讯来 我都还没开口 他就先举手 他理解我的意思 所以有时候人与人不一定 一定要讲话的 来请 老师学生感觉这两句话它是不矛盾的 是 因为之前就是学生有过这个疑惑 就是指闻来学不闻网交呢 他讲的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心态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是对内的还是对外的 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去网交的话 可能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有 要求和控制的心 而为诸众生做不请之有呢 是一种慈悲心的体现 就是 虽说 这个缘分当时没有到 可是我们不弃不舍 是在暗中观察和帮助 在事实的时候 确实体察到对方的需要 那么这个时候 所给到的协助 可能正好是对方所需要的 而我们自己也少了 要求和控制的念头 学生 背报完毕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好 我们看刚刚指讯学长叙述的过程 有没有离开自受用跟大受用 看 自己有没有控制的念头 要求的念头 这个就是自己的关照自受用 可能我们主动去了之后 他能够受很大的利益 甚至刚好是临门一脚 所以金刚经说 吾有定法 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法 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法 因为万法因缘身呢 因缘是会变的 他的心境也会变 所以要因财 施教 应激 说法 这个都要很柔软 你要观察他的自身 还有包含他的家庭情况 这都属于他的外在的客观条件 你比方说你这个方法 太高 他做不了 甚至于这个方法 他现在的家庭情况 你建议这个方法 他反而会 受到家人的质疑 你这些都要考虑在里面 所以给人家建议的时候 要设身于利害之中 你不要不痛不痒的 师父的法 拉几句来就给他讲 你要给人家建议的时候 是完全要变 好像感同身受 你就是在其中的 因为我们会听很多的教诲 会觉得到底是这样做对 还是那样做对呢 我们也不可能每一件事 都打电话问老法师吧 你要自己去领悟这些道理 因为原理原则师父都讲 指纹来学 未闻罔交 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受用 就是不要好为人事嘛 对他人的益处是什么 求学求学是主动求来的嘛 他还没有那个心 你给他讲一堆 他又听不清 甚至觉得 哎呀我也接触很多啦 他反而不珍惜 所以这个对他人的受用 未闻罔交 让他很恭敬的来求 他才能得利益 一分沉静 得一分利益 所以叫师道尊严嘛 他尊重老师 他才能得利 但为诸众生做不请之有 那就代表 自己的受用是什么 真的众生能得利的时候 自己都有善巧 自己都能主动 不怕辛苦 李旭都觉得 当时候刚学佛的时候 假如有亲戚朋友 觉得 想拿本经书来看 想要师父的认识佛教 半夜我都拿去 不过现在想想 这样的热情好像退了 所以我自己也很警觉 一退一切退啊 一真一切真 一望一切忘 不要小看一见心境 就像最近李旭也在反思 我在海口的时候 看到垃圾就剪 也没有其他的复杂的念头 看了很自然就剪 现在反而没有这么自在 现在出了名 剪的时候还有点看看旁边有没有人 思想复杂了 所以这个是在退步啊 自己在退步了 因为本来无一物 何处 何处的尘埃 所以好像这个菩萨修行里面有一个 修词叫婴儿行 人应该是越修越天真 越没有很多的 就是那种 牵挂 挂爱 所以为诸众生做不请自有 就是很主动付出 不辞辛劳 那他受用就是 因为在那个当下呢 他的缘比较成熟 临门一角 我们能看得出来 这个时候主动去 所以你那个 每一个法 他的理我们掌握了 在因缘变化的时候 你这个理你才能够 很活活泼泼的去用 但之后还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一起在切磋探討 比方说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还有一句叫 慈悲多祸害 方便出下流 同样是慈悲跟方便 怎么差那么多 好 这两句啊 大家要自己掺 这个讲太多呢 把大家的雾门都堵住了 大家自己体会 突然有一天 你突然说 啊 我知道了 那再请你 上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达默祖师不能白看 是吧 医道也不能白看 我看大家今天的眼睛特别亮 可能昨天洗眼睛洗得蛮 蛮不错的 又不用花钱 就可以吸眼 这是一个真人真事 很令人佩服 李旭都觉得 他真的是普贤行 在这个医道上的落实 他也受到人家很多的侮辱 陷害 他完全不放心 最后这些人全被他感动 包含柳道枝 他师父的儿子 处处也是 刁难他 他也都不放在心上 所以他的人格特质就是 把什么放心上 恩德放心上 其他的 别人对他不好的 他从来没有放在心上 而且他很厚道有没有 那主人翁的人格特质要学到 就像我们这两 两节课 谈到师父的道义 谈到师父怎么落实 八德行仪 我们体会到了感悟了 悟后起修 你就会去笑吧 你感受不到你就不知道 要学他什么 奇怪了 同样看电影 为什么那一句人家 觉得很有感悟 我们没有 就是人家有那一颗 相应的心 他有爱心 一看到那个爱心 哇马上就相应 他有那种坚忍 他一看到那个 他眼泪就跟着流下来 我们没有那个耐心 看人家有耐心 没有 没有共鸣 甚至有时候说 一定要这样吗 都有可能 你看 许俊 他很多处啊 都表现他的厚道 像 他留下来 医治那一些病人 也有一个很有道义的 跟着他留下来 是吧 结果后来那个人实在快赶不上 他要走了 结果那个 那个朋友就一直 让许俊也跟着走 结果后来这些村民说 你别在这里捣蛋 要走你赶快去 他那朋友很生气 万恩福益 我的几天没合眼 我就很生气了 你看他接什么话 他们只是一时心急啊 讲出无理的话 你别放在心上 你看后道的人 他在因缘当中 他很自然的 给人家台阶下 不会咄咄逼人 你甚至于是 那一个万石是吧 把他带到家里 你看他妈妈的病啊 有没有 他妈妈病得很重嘛 其实万石把他 带到他们家去的时候 许俊就根本考不上了 没机会了 在那样的情况 他都尽心尽力医治那个病人 你说那个心境我们很佩服 他自己基本上 快没戏了 赶不上路了 然后他说 哎呀 你都四天都没有合眼啊 是吧 啊 那个万石自己 虽然做错事也很忏悔 在那哭哭哭 他还跟万石说 我妈妈说 人死后可以好好的睡 你看对方很难过 他还让他 别难过 给他台阶下 死后再睡 这我妈妈教我的 没有关系 其实我只要在家井脚步 还是有可能赶得上 我们这一代人呢 在言语当中啊 后道一定要修啊 因为我们从小没吃什么苦啊 很难设身处地去体恤别人 自我中心要比较重啊 往往言语 伤人之前还不知道 好 这一个骗子啊 其实许俊一开始是一个流氓 卖就是触犯国法 都是在走私啊 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人呢 后来就是遇到他的太太 他虽然他在做坏事啊 但是他人格特质里面还是有道义 其实为什么说浪子回头经不惯 有一些走错路的人呢 其实他是缺乏爱 只要他遇到爱的时候啊 他很可能 那个回头的速度很快啊 就好像 我们看一些比较调皮的孩子 他一懂事之后呢 反而很有情意啊 因为他们在那个 那种领域混呢 也要讲道义才混得下去 这个我母亲教书的时候也很感叹 他说以前那个成绩很好 第一名第二名 毕业之后呢 从来没有来看我 在路上遇到有时候就跑掉了 也不打招呼了 反而是那个被我打得最厉害的 离我50公尺 见到我 老师好 老师好 反而他们比较有情意喔 所以话又说回来 到底这个深觉主义啊 是在让我们提升 还是在我们 让我们灵性堕落啊 这个给我们自己 好好去审视跟关照 好 所以这个许俊呢 主要也是 因为他妈妈是小老婆啊 可能这种自卑啊 不受关爱的时候就容易走偏调 可是后来遇到他那个 太太有难他就去帮他 帮了之后 古人他重情义嘛 他太太感他的恩嘛 虽然他根本没有背景 而且那时候阶级是很分明的 他是属于奴隶啊 或者很低的那种领域 可是他的夫人是高官的后代 所以后来结为连离 然后 之后他就去学医嘛 跟 柳毅泰学医 一开始有一幕大家记不记得 你一会说 不知道 一会说不小心 哦 那个机会点教育好不好 很好哦 不只教育他还教育谁啊 整个身边的人啊 对啊 所以被老师骂 是福报啊 但是一般人情啊 人心体会不到 啊 记得李旭刚到那个进宗学院去啊 刚去就听到人家在说 前几天有一个法师啊 被老法师当众骂 那讲话的人那个表情就是 哎呦 别老法师当众骂 好像 挺衰的喔 挺背的 我在那个时候听到我的感觉是 哇这个人福报可大啦 因为他一骂 第一个他终身不忘 第二个 旁边的人得力啊 他有功德啊 因为他是李妹的演员 他有功德啊 而且什么 师父是大修行人 他敢当面骂的人 是他信任的人 是吧 不然你看李敏仁老师说 那个不是真的要学的 对他客客气气的啊 笑一笑啊 真的 那一个被骂的法师啊 很用功 也很 修得很好 所以师父敢骂他 话是这么说的 请问大家 你们被骂的时候 当下心情如何 所以古人的修养都在这些地方 你看 你看 孙淑老 他被儲装王命为宰相啊 人家都去道货啊 有一个老人穿商服来见他 你看 人家孙淑老公公敬敬的 把他请来 很惭愧啊 说哎呀这个君王错爱啊 不知道我其实是很 很差的很浅薄的 还让我做的宰相 您今天来必定有什么要教诲我 老者送了他三句话 他印象深刻 他在开头讲了几句 他马上说愿受余教 请老者讲得更 仔细更透彻 不只没有不高兴 所以你看这个穿商服来的 不是普通人 所以有时候 建功立业的人 他背后都有这样的高人 出手 好 所以跟大家 讲到许俊 他 去学医 其实我感觉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呢 跟 医道啊是很相应的 医道是医人家的性命 我们从事弘法工作是医人家的什么 会命 当医生都要那么 小心耶 那医人家的会命呢 那也是要非常非常小心 而且医还要从根本医 还不能从字末医 都是一个道理 而 许俊因为这个剪片子时间太短 又要把很多重点剪到 其中有一个情节要告诉大家 当许俊跟刘亦泰学医术 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许俊去医了一个宰相 佑相 的太太 那么重的病啊 把佑相的太太治好了 结果那个佑相 帮他写了个推荐函 等于是他拿了这个推荐函 他跟他母亲跟他太太 就脱离那种卑微的身份 所以他一拿到很高兴啊 结果他师父知道了 当他的面呢 把那个推荐性给撕掉了 把他逐出师门了 这一段呢 要给大家补充一下 所以他才流浪在外啊 跟那个山鸡大师啊 没有跟在刘亦泰旁边 所以 当他的 救济这些病人的 事迹传回来 告诉他 那个当地的官员 告诉刘亦泰说 哇 你是双喜临门是吧 一个是你自己儿子考上医官啊 一个是你的学生 真的堪称天下无双的义士啊 结果刘亦泰说 他过去曾经是我的学生 你看人家古人在讲话很有味道 他逐出师门呢 他现在出了 这么好的名声 人家也没有贪着 过去是 哎 假如是我的话 是是 这都很细微啦 那 大家要知道 为什么他的师父要把那个死掉 看起来是人至常情 问题是 许俊发的 怨是什么 他要做新衣耶 拿着那一张去了之后 做得了新衣啊 做一个普通 拿着医术来照顾家里的医生而已啊 怎么做新衣呢 所以你看他 他的师父很 很知道怎么做新衣啊 可是你看他离开的时候 转不过念头来啊 也是一度埋怨他的师父啊 后来山基大师这样开导 后来又让他去考 一关 结果他又没考上 告诉大家 没考上 是佛菩萨的安排啊 有没有道理 考上了怎么样 去做衣冠呢 跟那些衣冠有什么两样 冬衣保健出得来吗 对啊 所以马上考上的 不见得是好事 没考上的 也不见得是坏事 看我们的心 决定了 好坏了 静缘无好丑 好丑起于心呢 考不上 你就想起孟子说的那句话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精骨 恶其敌服 空乏其身 心服乱其所为 动兴忍性 真意其所不能 你看整个在历史当中 往往都是 历经磨难的人 最后才会有大的工业 所以 我们的 古人留了一句话叫 少年得志 大不幸 他容易致满 致满呢 他就不能再成长 所以 所以 我们是有福报的人 但在成长过程 事实上磨练都是相当缺乏 现在假如还是逆境 还是顺境的话 要懂得 战战兢兢 要懂得 常常借机会来锻炼自己 磨练自己 绝对不能 自得意满 不然 所有这些名 跟所有这些 所做过的事情的 功 可能就是我们堕落的一个因缘 而这个许俊就是因为没考上 他才又回到他师父的身边学 是吧 考上了就没得学 考上有考上的缘 没考上有没考上的缘 人有自心求道 精进不止 会当刻果 铁定可以成就的 所以说实在 我们接下来要讲 另外一个 第四个重点 修行的次第 信解行政 这个信是非常非常关键 信为道源功德母 那不信 就无功德了 不信 面头都在造业 这个有时候话你要翻过来看 要从 这个 八面来看 你这体会就深了 忘思菩提心 修诸善法 是名摩业 那你假如不忘思菩提心 那时时都是积累殊胜功德 好 所以这个许俊没考上 他假如相信佛菩萨安排 他不气呢 后面都是佛菩萨给他的断练 最后他回去找他师父嘛 有一次他在治病 他本来都是跟着师父嘛 后来 那个瑞珍不是传一句话嘛 那个大意就是 师父已经完全信任你 全部由你全权负责 是吧 那这就等于是一波拿到了吧 好 这个电影不能再讲了 这几部电影都很好看 最后来提一个重点 这叫欲罢不能 哪一个重点呢 这整个片子里面 让你去最震动的一幕 我想达摩祖师应该大家也有哪一幕 你最感动 每个人不一定一样 你们许俊哪一幕你们最感动 那荣燕嘴巴动了 麦克风给他一下 我看看大家 体会最深深的 让荣燕最感动的一幕是 许俊在内医院受罚的时候 他坚持把一千趟走完 目的是为了 让内医院把医生不能给民间 就是给其他民间看病的这个 改掉 这一幕让你们非常感动 阿弥陀佛 荣燕提到这点 我们看得都很佩服 讲到这里 李旭就想到 师父他坚持讲经不中断 不也是在让佛门 从感经上怎么样 回归到真正佛事是什么 佛事就是释迦摩祢佛 每天讲经说法 讲经三百余会 说法四十九年 师父以自己身体力行 来扭转 整个佛门偏调的部分 这个精神跟许俊是 一样的 而且没有去批评 是吧 自己的努力去做到 去感动他人 还有没有 黄灿 让学生最感动的就是 许俊的老师 因为他不是一个修道的人 至少在影片里我们发现 他没有很深的宗教信仰 所以他对于生死不如我们了解 但是他在最后那一刹那 他超越了生死 看破了 就是用他的那一份爱心 他能留给世人的 留给他弟子的 能 让这个 福利于正生的这个事业 继续走下去的 他把自己的身体献出来 把自己的生命结束掉 学生非常震惊 看到这个 更震惊的是 由此想起来学生的一位老师 几年前往生了 他也是欲知实之而提前走的 很多人都误解他 不知道 但是他真的是往生极乐世界了 所以真的是 每每每 我不觉得 我总觉得佛菩萨 实在是很高的 一般的人是很难做到的 所以对待佛菩萨 总是用一种仰望的心 仰慕的心 并不觉得自己跟佛菩萨 能够平等 就是在性灵上 但是当这位导师 当这位 这位阿舍里老师做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非常的震惊 就像影片里所教导的一样 做一名心仪 就是心可以达到那个程度 就是百分之百的付出 当心愿立真了的时候 所有的 我们看起来的这些 明文立养 这些生死的障碍 它都一点都不会成为障碍了 只要心愿一真 就能够做到了 由此才会跟佛菩萨相通 这是学生的感悟 谢谢 我们听黄灿学长分享到的 刘毅泰也好 或者许俊 他们的一个人生态度 都有 重信诺 重道义 超过生命的特质 他是当医生的人 他不怕死 他希望病人能得利 这是他灌其一生的信念 希望救死扶伤 可是他觉得连他自己这个癌症 或者病人这些严重的病 他也治不了 他希望能透过自己的身体 把医术再提升 你看许俊也是 他对皇帝讲 对老师的承诺比我的生命还要重要 是吧 你看后面他自己把药都给别人吃了 你看他们是清生死 就是 重信诺 重情义 道义 是古人的 人格特质我们要学 无情不能学到 情不空不能正道 麻烦了 怎么一讲 好像许俊的电影 一幕一幕都陷 这个computer一直跑 可是跑出来的又不能不讲 好像都挺重要的 你看许俊 他要进去考场的时候 那个刘一带说 你绝对不要说你是 我父亲的学生 因为 这个主考官 曾经跟他师父比医术 他师父考不上科举 那个人考上了 然后就跟那个主考官 来比 针灸 结果 当时候刘一泰也年轻嘛 他也对这种科举有一些 觉得不是太公平的时候 他就用医术把那个对方羞辱了一番 所以那个刘一泰是怕 他讲出来之后 连累到他 他是刘一泰的儿子嘛 所以他要进去的时候就 就跟许俊讲 你绝对不要说是我父亲的学生 那许俊也没有说不答应嘛 结果一进去 刘道之也在旁边 他就说我就是 我是刘一泰的学生 那个 刘道之脸都黑了 你看 他那个是 绝对是 不忘思恩 哪有说为了求 公民富贵 把师父放在一边 不可能 这种事干不出来 哪怕考不上都不做这种事情 所以在德育故事里面 汉朝那时候王满篡正 其中有一个大辱被他破 被他杀了 迫害叫吴章 一千多个学生 全部都不承认是他的学生 只有一个学生 云场 亲自去帮他收尸埋葬 他不怕有危难 他不怕没有公民 反而他做的时候 往往还挺尊重他的 可是你看 人在这种 关键时候啊 能立得住吗 所以 论语里面有一段话讲 也是我们学习的次第 可与共学 我们在一起共学了一个月 可与共学 为可与世道 世道就是说 学了之后 照着去落实去立行 这个叫世道 可与世道 未可与利 虽然明白那个道理 但是你真正在境界当中 能不能屹立不咬 能不能富贵不能赢 平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驱 这又是另外一个境界 学是一个阶段 落实又是提升的一个阶段 落实当中 面对境界不动摇 又再上一个阶 可与利 未可与权 这个权是通权答辨 所以要学到能通权答辨才行 那这一句话呢 李师公曾经也有讲解 也是在安徽 有一个读书人叫 毛毅 他当时候处在乱世 结果他出来当官 他身边这些好友都骂他 没有气解 其中有一个叫张凤也骂他 结果后来呢 他的母亲去世了 毛毅的母亲去世了 他终身没有出来做官 最后这个张凤也很有反省能力 说我错怪他了 他不是为了公民出来做官的 他为什么 他说我可以挨饿不能让我母亲挨饿 他是在因缘当中懂得全变的 这是一个公案 好 所以许俊呢 事实上在他的人生际遇当中有很多的境界 他都屹立不咬 李徐分享一下自己印象最深那一点 就是当他医治了那么多没有钱看病的病人 最后的结果被人家关在监狱里 然后他一直在提醒自己 我不能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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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我不能后悔我选择走上心医这条路 你看他很有功夫 他用功用在哪 念头 我的念头不能后悔 你看他付出那么多 最后是遇到这个情况 这一点 假如我们以后在弘扬汗血的路上 会不会遇到很多磨难 这个时候要想到这一幕 我不能后悔 不能后悔 然后突然脑海里又梦 就是那个蔡某某把我拉下水 哎呦 那就阿弥陀佛 是你们自己要走的 我可没有勉强你们 不劝人出家 不劝人受戒 不劝人吃素 不劝人终身 走这条路 愿者上狗 不愿者回头 好 因为为什么 这种事啊 不是人家可以推得了 不是人家可以勉强得了 那刚刚啊 黄灿有分享到他有一个老师 他觉得他的心是很 难得的 但呢 李旭虽不知这个事情的 来龙去脉 但是李旭听到一个环节 提供您跟大家做参考 真正大修行人表演 会警方流鼻 假如这个做法 已经产生很多人误会 这是有点带伤怯的 请问 海嫌老法师表演 有谁批评 谁会批评海嫌老法师 没有一个人批评 可是假如我们今天走的时候 又是短命 又是身很重的病 这个有时候怕人家会 误会 甚至会批评 佛菩萨慈悲啊 不愿意让人家照口言 所以曾经就有公案 有人客气 一定滴水不净 到往生 这个我是亲身知道的事情 师父回给他的信 我都有看到 师父告诉他 这样的一个视线 怕会有流鼻问题 人家后人知道这个是说 那他到底是饿死的 还是往生的 你怎么讲呢 再来 以人之常情来讲 看到这样的样子 一般世间人还没学佛的人 他是什么感受 你们修行的人 怎么这么 这么执着啊 你去面对世间的人 我当时瘦到53公斤的时候 人家说你怎么吃这么瘦 难道我可以回答说 先锋道骨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人家说你这么瘦 我惭愧了 不得了啊 所以佛 佛菩萨是无心的 有心就不是佛菩萨再来 但是随众身心 因所之量 他表演的是为了这个大众 起信心 起仰慕 不会让很多的人起怀疑 所以有时候可能表法上 还要考虑流弊的问题 所以师父就劝他 你既有这个道心 佛菩萨都知道 顺其自然 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 是吧 该干啥干啥 都很正常 每一天最后一天 活一天 可能就佛菩萨让你 为众生做一天 该走的时候 佛菩萨自然让你走 这海贤老法师就是很好的榜 所以这一些情况 我为什么最近一直跟大家强调 老法师 是有传统文化基础的最后一代 大家要了解 老法师以后的人 都已经受国民小学教育 那个整个成长过程 都有名利五欲的染污 光是他成年学以后 要调伏这些染污 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师父有一段法语非常精彩 重视胎教可以出圣人 重视三岁以前教育可以出贤人 重视成年以后才学圣教 可以出君子 根基不同 所以师父为什么常常期许我们 做铺垫史 因为我们的缘 毕竟已经这把年纪了 后面人的缘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我跟李老师在后面 听这些年轻人讲 我们很欢喜 英雄出少年 他们从小有这个好的家庭 给他们的引导扎的根基 不过讲到这里 你从小是佛化家庭的 可不要尾巴翘起来 你听了要 这个太上改编说的很重要 推多取少 不贪 受辱不怨不争 受宠若惊 有福报 得到宠爱 得到赞叹要赞赞 尽尽 所以最怕是我们成年才学 又还没调伏严重的性格 执着 习气的时候 大众对我们 又像把我们看 像佛菩萨一样的恭敬 这是对当事人最最大的挑战 他会不知不觉的 所以师父这些法语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旅婿跟大家分享 主要的这些路我都走过来 现在还在路中 还处于very dangerous的状况 其实讲出来也是在提醒自己 真实的状况 贪也有 撑也有 吃也有 不要说有 梦中都还有 这是真实啊 自知者明啊 自己都看不清楚自己 还能够去帮别人 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师父是最后一代 再有 是从胎教开始是最理想的 那是真正的大乳高僧呢 慢慢下一两代出来 我们 在当前这些姻缘 得要很冷静 有一些真话还要跟大众讲 不然大众真的很容易迷 大家要知道 在我们这个祖国大陆啊 毕竟传统文化断的时间久 有一句话叫 酒汉逢甘脸 他很久没有闻过鲁士道的教会 一听 就好像那个水滴到 那个干壳的田 一下就吸掉 一下就吸掉 他那种渴望 所以会讲课的人 他就把他当佛菩萨一样看 会讲课跟 跟真修道人 那差距还远着哪 所以 我的危险指数啊 比你们高很多 所以我们已经 那个相约好了 你们有没有打过勾勾 好像是这样是吧 我们台湾都要 还要再盖个章呢 哦 我们一家人有默契的 像旅婿没有照师父的教会做了 你们一定要提醒我 不然我到盐肉网那边 铁钉把 这一个月的名单拿出来 一个都不能少 好 不过讲到这里觉得 这个态度不对 我堕落都是我自己的关系 跟你们都没有关系 这样比较有 跟大家开开玩笑 但是道友之间 确实要有这样的默契 修行是理智的 不能靠激动 李旭这十几年走过来 真的是 显向还生啊 看李老师 他做过董事长 十三岁就出来赚钱 不是十一岁多就出来赚钱 他社会历练 比李旭多很多 所以很多事我没看到的 他都先看到 可是呢 他给我建议我又没听啊 为什么 我已经住在我是老师这个巷 后来讲师说的时候 哎呀自己犯了严重 为什么 闻道有先后 树叶有转功 是吧 你今天说 我们现在迷就迷到什么 哎 他什么都知道了 就把他看成 大车大物 大车大物 什么都知道了 当初 李旭在如江三年了 我们同仁两三百人 我后来才了解 我都后知后觉 我们同仁都觉得 我什么都知道 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没跟我讲我怎么会知道 可是他们为什么觉得 我什么都知道 都奇怪了 前一天发生的事 怎么这个老师一上台来 都讲到了 哎呀他就越想越是 什么都知道了 拜托啊 课怎么讲不就是 不贪不撑不吃不慢吗 那怎么会讲不到呢 你觉得讲到了那是你的善根 你听了之后对照自己 那是你的善根 不要乱迷信 所以真的啊 你迷了 没有好处的 大家要理智 要客观 所以诗说那一句话 对我帮助很多 文道有先后 树叶有砖工 建房子我体定要去问博函 是吧 哪有人家说我什么都知道 然后盖到最后还要拆 浪费十方财 我罪可大了 所以这个 就是 一家人没有秘密啊 我啥都 招供了啊 让大家了解 更重要的是呢 大家往后走这条路啊 不要再犯我同样的错 包含我身边所有这些同仁 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超过我的 很多的特质 是吧 那个张霞班长 他是很敏锐啊 有一些话不是很妥 我讲完他都会提醒我 每个人都有很多的人格特质 像洪兴班长 肯定他的歌声比我好 这个我就得向他学习 包含 跟大家领读这个陈宏 他一看词界就比我惊艳 你看他的像 是吧 你像一看 这个首长家长就比我憨厚啊 我一看就没有他憨厚 我像 你看那个 那个 那个 昌寒 他那个 听一个道理 他就马上要去干 这个知道说 自己不能拿太多饭菜 后面的人没得饭 没得拿 人家马上就 让人家先拿自己后面 这个在晚情集啊 洪一大师晚情集有一句话讲 文教变形 一个人听了好道理马上做 膝带更劝 这个人不用人家劝 这个人的这个态度啊 他听一个好的就做 听一个好的就做 这个人绝对有大成就 只要他能保持这个态度 我们的老祖宗里面有一个人有这个态度 在记载的比较清楚 其实基本上都有啦 但是因为孟子有把他点出来 就是大顺 这里应该顺王的后代不少 古乐福 耳东城 然后仁 师父的父 那个仁 仁字的那个父 父 瑶 女字旁的瑶 田 这个都是顺王的后代 有念到你的尊性的请举手 举好一点好不好 这认主归宗的时候 你们怎么 这么心不甘情不愿啊 你看不少吧 来我们掌声欢迎 顺王的后代 认主归宗很重要 你一认了 你自己会有感觉 就好像这个头好像有 街上的什么东西一样 很感应的 顺王的德行风范呢 孟子就有赞叹 说顺王他还没有遇到 古圣先贤教诲以前 他跟一般的 野人也差不多 他可能走在森林里面 旁边 很多大石头 后面还跟着一只猪 野猪啦 跟一般山上的人 生活没有什么差别 但关键在呢 当他闻一扇眼 他听到一个好的教会 见一扇行 看到人家有德行 落绝江河 他那种要去效法的决心呢 就像江河溃体一样 谁也挡不住他 力行净乎人的勇气 那他就有这个态度 所以他成为圣人 所以确实 我们在这个时代 没有从胎教扎根 所以短时间之内就成圣成贤 这个不大可能 这个时候更重要的 时时善才同子 五时三餐 学起每个人的优点 其实这个态度也才是弟子规 三百六十句当中的一句而已 两句啦 见仁善即施起 众俱远已见其 见仁恶即内行 有则改 五家经 那 许俊这个不忘初心这一念 我不后悔 这一念 很可贵的 上次也跟大家举 玄庄大师的例子 他翻译经典几十年 而且九死一生 把佛经从印度取回来 到他很老的时候 生了一场重病 他的念头都是 我有没有犯错 就在至死至终 都是利益众生 没有其他的 夹杂其他的念头 他所做一切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有放在心上 就会拿出来标榜 拿出来炫耀 好 这个都是修学的瓶颈 本来无一物 假如我们 一路走来 学历放在心上 曾经做过的事放在心上 曾经跟师父 见过面 见过面 吃过饭 亲近过 都放在心上 就受到染乎 心态会慢慢偏掉 这是很细微的 所以鲁家有一句心法在上书里面讲 人心唯唯 道心唯唯 所以要护这个道心 要护得很细微 唯经唯一 允职绝众 你看上书里面 也讲唯一 一门深入 常识训修 而且要允职绝众 要用忠道 要用忠用 不要过 也不要不急 那 这个修学次第 信解行政 跟大家前面也分享到 信很重要 所有的烦恼 都来自于不信 而偶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 里面提六信 信智 信他 信因 信果 信理 道理 不怀疑 佛所讲的这些道理不怀疑 信是 这个六信 大家看摆第一的是什么 信极 容易吗 其实大家一沮丧一烦恼 往往都是对自己没信心 就兵败如山倒了 所以师父在开解的时候 很精彩 师父很多法语非常精彩 我没有去体会啊 师父说 贪心敢风灾 水灾 惩恨心敢火灾 愚痴敢风灾 傲慢敢地震 是 怀疑 山崩地震 有没有 地震下去是什么感觉 哇 都不见底了 是吧 所以一个人没信心的时候 有没有像掉到一个深渊里面 啊 好像拉不到东西 好像一下子就 像消了气的气球一样 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 哇 你们都善根深厚 我这么深刻的经验 你们都没有 所以啊 法最重要要入心啊 大家看 华严经里面 师父最常 举的是哪句话 一切众生 藉由如来 智慧得相 这句话入心没有 入了心啊 你从今天开始 不怀疑自己 也不自卑了 只是真正 认识自己 我们现在 不相信佛经的啊 常常去翻心众 写行是吧 翻得还不够 问朋友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没信心 然后朋友说 你要听真的还是假的 对啊 告诉大家看星座也没用 星座那些叙述 有的都还是 分别执着 强调性格 修行人没有性格 只要众生需要的 什么都能做 我比较腼 比较不善言语 讲得这么好听 就是给自己 不依照奉行的理由 跟借口而已嘛 是吧 你应该说 只要众生需要 只要众生能得利益 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是吧 你们就没什么反应 你们就没什么反应 我们不是发愿众生无边 试验度吗 那这个不能空发 对啊 我也在督促鞭策自己 只要众生需要 让我用 英文来 Lecture 不是Lecture Lecture 没错嘛 要对自己有信心 我也要 硬着脱皮也得上吧 所以我们修学一个中心思想 这个就是一个中心思想 只要是真的能利益众生正法 什么事我都愿意做 太重要的态度啦 为什么 现在缺人缺的要死 一个说不敢 一个说今天有点 心情不好 一个又说怎样 那事还干得成啊 干事可是有十节因缘 这个十几点来了不干了 后面你想干都干不了 所以师父说 这十年是关键 听这个话听过吧 领悟到没有 你这十年没接起来断了 你以后也没机会做啦 所以师父这些话都有生意的 所以不怀疑佛头讲的 这个人有大福报 佛说一切众生就有如来之智慧的人 我也是众生 从此 有信心 不会否定怀疑自己 OK 你看佛讲话很圆满喔 下一句讲什么 但以妄想执着 不能证得 我们虽然知道我有佛性啊 但现在障碍在哪 妄想分别执着 我还有妄想分别执着 有什么好傲慢的呢 所以这句话说 你还是在烦恼当中 可要有自性但是不可以傲慢 所以这个叫不自卑也不傲慢 你看一句佛陀的教诲 就可以让我们人格健康 只要你愿意领纳 然后受用 你当下一句法语 你的整个心境就转过来 境界就上去了 好我们从今天开始 过着不卑 不亢 你的生活 冲然中道 好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各位家人 中午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 在讲学习内容 提到这个五常 这五常谈得比较 时间久一点 五常也是五戒 这戒是无上菩提本 所以求无上正整正觉 从五常五戒下功夫 我们说 受人之托 终人之事 请问 大家前天有没有受 你去什么阻托呢 凯莉 你们有受我们之托呢 有没有 有讲吗 有 好请坐 为什么 为什么刚刚你去问这个事 一来呢 因为 刚好 凯月刚刚有说到 带我们跟父母问好 他们父母也给我们问好 所以他是受两边之托 看起来是一件小事 但是有没有问 这个就勘验出我们 做人做事的心态 就在这些小事当中体现出来 我们 很重视信诺的时候 哪怕是一件小事 不会轻易忘掉 会放在心上 大家要知道 信啊 冠前面的 这些德恨 仁义理智 没有信是成就不了的 所以信很重要 所以弟子规这些经句看起来好像 教小孩或者平常的 这些行为 事实上都是心地功夫 凡粗言 性为先 父母命 情勿燃 都是从这些 细的地方做 其实我们在心态上 已经不知不觉有一些分别之说 这个是大事 这个是小事 其实修行人来讲 没有大小 都要用真心 就对了 那刚刚也有学长提 很想用真心 但是好像在境界当中 感觉好像 用的不是很出来 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 我也很想用真心 可是就是有点烦 我也很想用真心 可是就是笑不出来 我也很想用真心 我也很想用真心 可是好像 关怀的话也讲不出口 这都很正常的 我们都有一些惯性 只要肯做 都能慢慢转过来 那更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刚刚跟大家讲佛陀 在《怀言经》那一句话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所以我们在落实过程 我们对自己的信心不能有 减损 虽然我好像现在用的不自然 我相信那是我本有的 你就不会气 但是又提醒我们 为什么用不出来 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 所以这个时候在你觉得 好像用不出来的时候 当下问题 你能够内观 就找得到 但是那念头很细 只有自己知道 所以修行 必须打破 自欺一关 使有伤良处 自欺没有打破 我们还没有走路修行 就谈不上 这一个道理 是夏连居老居是 在他的 六姓 还是四院 三姓 一行灾 自警路啊 警测自己的警 警觉的 自警路 他的语路 你去感觉呢 这个不是很长的内容 但是句句都是 夏老修行真实的 体悟 对我们建立正知正见 对我们修学正立 建立正觉的态度 非常有帮助 比方 黄念老那句也就是夏老教的 修行就是身处令俗 俗处令神 我们就不会着急了 就会老老实实用功 就对了 然后面对事情呢 也不攀缘也不急躁 夏老又告诉我们 神聚目端 严低时穿 水到渠成 瓜俗地落 金照胡怡 欲速转持 适得其反 想快一点反而更慢 心用错了 看起来想要早一点有成就 反而与道更远 所以一个人肯定过来忍的话 这个人有大福报 所以修学的心态就是 老实 听话 真干 就少走很多弯路 金就是自以为是 照就是急于求成 胡怡就是 很多的怀疑 师父这么讲 真的是这样吗 他这些念头一起来 他好像希望早一点达到目标 反而 绕远路了 所以什么事都让他 自自然然 水到渠成 瓜俗地落 这个有一个同仁呢 他就很想出家 他好几年前就很想出家 因为求不到呢 就一张苦瓜脸 就过了好几年呢 又见到他呢 比以前还苦 那后来我说 我说你是不是还是很想出家 他说是 当然我看到他过了那么多年还苦 我也觉得我是挺对不起他的 因为那时候还没悟到这里 悟到一些道理啊 可以跟他切磋一下 我说你宽心吧 你发愿了 佛菩萨是法界生的 他们知道了 出家是好事嘛 佛菩萨都知道了 一心观理 清净法身 是吧 骗一切出 相不相信啊 相信了 那你发愿佛菩萨哪有不知道 出家好事的他们会 互持 但是得要缘分呢 成熟 他一放不下呢 他就每天一想 他就会很难过 所以人一有执着 就被烦恼困住 再来哦 这个执着还会起化学反应 还会发笑哦 发什么笑 他越想出家 他看着他的太太跟孩子 就觉得是冤情在主 他就开始发笑了 那越这样 你圆越不成熟 是吧 所以所有的人 都是来成就我的 道业的 这个念头重要 善才同志不是善善 我说你发愿好事 别担心啦 学老法师 他眼睛瞪得很大 怎么学老法师 我说你不是听老法师讲经吗 老法师发了愿要出家 张家大师说 你不用去找 人家来找你就好了 多自在啊 干嘛学的那么痛苦 老法师也没把学的痛苦 跟我们讲 他老人家都活得很自在啊 怎么我们当学生的 学的跟他有点不太一样 是不是 成熟的缘 推都推不掉 不成熟的缘 强求不得 人一强求 不止自己痛苦 身边的人都有压力 我们得学得像菩萨 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 生欢喜心啊 所以我们往往思考问题都会卡住 因为有制作点 因为没把老法师教的法放在心上 还是随自己的想法在赚 所以想一想 我们真的都是自讨苦吃 手上那么多法宝都不用 我这么一跟他讲 师父 发了愿人家来找他就好了 接着我就问他了 你为什么要出家 你为什么要出家 这因地很重要 你可不能把出家当作逃避家庭责任 逃避家庭责任 你这个缘没有善了 后面可是有挑战 你看 民国初年地贤老法师的 一个徒弟啊 老人家看他是禅宗的根性 把他送去学禅 没有太长时间就做到手座和尚嘛 结果到了手座和尚起了傲慢嘛 就开始有附体了 谁附体呢 他当初一亿要出家 他太太想不堪 投水自杀了 这个公案你们没有听过吗 投水自杀了吗 结果他修到手座和尚 就起了个傲慢心了 护法神就不见了 他的太太就附他身了 一附他身呢 他就不正常了 就跳水自杀 结果这个寺院一看 哇这是地贤老法师的学生了 不行不行 赶紧让地老把他接回去 那地老是修行大修行人 他一来他都很正常 因为大修行人旁边都有护法神 一路上也都很平静 他都很正常 就回到地老的道场 结果突然有一天没来吃饭 早饭没有来 因为他毕竟做过所作和尚啊 还是很礼遇他嘛 结果打开窗户啊 跑出去了 后来找到了 跳水死了 结果找到他的时候呢 突然啊 没多久 他的女儿来了 哭着来 他说梦到啊 他爸爸死了 然后呢 他爸爸妈妈一起去做土地公 跟土地婆 那刚好那个佛寺啊 附近啊 那一天就刚好起见一个 土地庙啊 所以地老就去了 看是不是他的学生啊 就说假如是你啊 你陷一陷 让我知道一下 结果话说完就 一阵风就咻 就 所以地老说这个参禅 参到最后做土地公了 那另外一个例子呢 是补那个 锅肉 锅肉酱啊 帮人家补锅的 生活很苦啊 没工作就没钱了 苦到呢 有出离心啊 哎呀人生太苦了 地老小时候的玩伴 说我可不可以出家 就是你年纪那么大了 怕他 一出家要从 从这个沙迷啊 啊 服务大众啊 怕他体力不行 可是他一意要出家 好吧 你要出家 我成全你 但你要听我的 就没有让他到总领 找了一个小庙 让他每天念佛 结果这个锅肉酱 念了三年 站着往生 很庄严 所以这两个例子 一个不识字念佛啊 站着做佛去了 一个学士很高分 参禅参道 首座和尚 最后去做土地公了 这两个公案很重要 大家要去做佛还是做土地公 土地婆 所以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点 其中一个是世间的缘要善了 他假如缓个两三年 跟他太太有个善了 有可能后面的发展 就不一定一样了 好 好 刚刚讲这个 善了这个重点 因为我们世间的人 一想要怎样的时候 就很固执 人一固执啊 心就不柔软 就不容易体察他人 或者体察客观的形式 那我接着又跟这个同仁讲 你要想清楚你为什么出家 出家可是要带佛说法 披如来加沙 再来 你披如来加沙以后 尤其 你会面对很多的在家人 你现在能把佛法落实在生活工作 处事带人接物 你得利了你一出家 这一些居士一请教你 你可以把佛法的妙处供养他 所以你现在的锻炼 在家庭在工作处事当中的锻炼 跟你出家是一不是二 这些都要想圆融 这些都要想圆融 所以佛法是圆融的 假如我们在很多境界当中一想起事来 都觉得很无奈 很多瓶颈很多障碍 那对佛法的意理 都不是很通达 所以华言说 理无碍 事无碍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这个才是真正的大乘佛法 一有爱 都是世间的习气在起作用 这个我们要自己去勘愿看看 所以刚刚跟大家说 真心用不出来 必然是心里有深沉的妄想分别之作 这个时候 是修行必经之路 就是夏老讲的 要打破自欺一关 所以大家有空 可以把夏老的自警路 多念几遍 非常非常精彩 待会跟大家谈的 修学的观念跟心态 很大部分都是夏老的开始 好 所以这个不自欺也是修学重要的 一个知见 我们到底 有没有真正走路修行 这个就是一个标准 而我们一反观 就看深入一点 就可以看到 哪一些在障碍我们 比方你不能跟这个人用真心 是因为太自私了 或者是你的念头里面 有浮现对他的成见 或者对他的埋怨 这些都会障碍住 或者对人性的怀疑 这都是障碍 障碍都是什么 贪 嗔 痴 慢 障碍 慢慢把它放下 熟处变 深处变熟了 我们念念为人想熟了 慢慢就越做越自然 但是念念为他人想 都是要一直练的 比方说你跟朋友 一见面第一句话是什么 我们有时候在职场当中 就被那个节奏一直推推推 一见面就开始讨论事情 然后那种气氛都比较紧张 你假如说在工作当中第一句话 前几天你说你母亲不太舒服 现在好一些没有 这个关心一去啊 整个工作磁场就不一样了 自己的身心状态也不一样 其实人工作效率最好的时候 是跟真心相应的时候 工作状态最好 大家不要只看到说 事情有没有完成 其实整个做事的过程 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往往没有去领悟这个道理 事情做神啊 自己跟团队的心都坏掉了 比方说自己脾气很大 做做做到最后每一个人都 被这个脾气大了熏燃 慢慢的讲话也都比较 急促啊 比较强势 所以真正重视的 应该是每一个人 关照自己有没有用真心 事情绝对会做得更好 而且大家通通在修道就上去 你事情做成了 心地功夫下滑了 世间这些事都是过眼云烟 梦幻泡影 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意义 生命有限 惠命无穷 我们得抓到重点 智慧德行的提升 才是最重要的 而谈这个不自欺啊 有一篇经文呢 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就是 愚敬义工欲照神迹 这一篇文章 没有看过的请举手 你们没有看过这个经文 好 这个是讲到呢 明朝有一个读书人 叫余都 他自良辰 他十八岁的时候就考上秀才了 成绩都非常好 可是他 虽然当初一开始十八岁考试成绩都不错 那后来慢慢的公民也考不上 所以到了壮年 壮年 壮年差不多是四十三岁左右了 跟一些同学还结文昌社 席子放生 戒杀放生 戒淫杀口过 而且还做了好多年 就是鸡公雷德 他前后参加 考试七次 举人都考不上 接不中 生了五个儿子 四个病腰 而且 唯一第三个儿子很聪慧 佐竹啊 还有两颗痣 夫妻很爱护这个孩子 结果八岁的时候呢 这个孩子 在乡里当中就走失掉了 所以他五个孩子 四个死 一个走丢 生四个女儿呢 也死了三个 现在在身边只有一个女儿 他的妻子因为哭儿女死掉了呢 两个眼睛都瞎了 所以你看他潦倒中年了 结果他自己呢 这些经句啊 其实每一句都挺精彩的 他说自反无大过 他自己反省我也没有什么多大的过失 然后说 产因天法 我很惨啊 上天罚我 好像罚过了 那他是对上天怀疑 念头啊 不相信真理都会 会怀疑佛菩萨跟 跟这些 天地鬼神 然后他已经四十多岁了 每一年呢 到腊月中的时候 就写书文了 昭告上天 然后也向造神也祈祷 结果好多年过去的都还是 穷困潦倒 结果到四十七岁的时候啊 除夕夜 就等于是家徒四壁啊 很凄凉 突然闻到有人敲门了 他就去开门 看到一个老者 头发是半白了 然后 对他也很礼敬 他自己也对他很恭敬 然后 说他从远路来 今天特地来 关怀他 安慰他 那当然 这个余都呢 他觉得这个人很特别 对他也 特别恭敬 然后就告诉他 他读了那么多书啊 也用力在修缮啊 但是公民都考不上啊 整个家 衣食不济啊 就把这些都告诉他 哎 接着这个 张先生讲话了 他就是造神 他说我了解你们家的事已经很久了 他接下来就把他的问题指出来 其实啊 余都的问题 我们每一个修行人都有 只是什么 生前不一样 这是必经过程 所以李序觉得这一篇多读几次很重要 一反观呢会有很多受用处 他说你啊 义恶太重 而且专物虚名 就做什么事事实上是 都要别人 看到 要别人肯定的 然后满子愿有 我 写那个书文呢 整篇都是抱怨 独逞上帝 这个是 这个亵渎到上帝 你看送他这十六个字 我们在修行路上 有没有起埋怨的念头 怨过谁 有可能父母 老师 那个 佛菩萨都可能都被我怨过了 这个余都一听大惊 可是你看 他点出他最严重的问题 他当下也不承认 所以不自欺不容易 他虽然很惊讶 他最强的是什么 解释 他马上 不是马上跪下来 说哎呀谢谢你提出我的问题 他虽然很惊讶 但是还是惯性太强解释 他说 我听说冥冥之中 任何细小的扇 都会有记录 阴间都有记录 上天也有记录 上天也有记录 我已经事行善事 克奉这些好的规条 已经很久了 其境属虚名 你看他那个解释的惯性更强 接着呢 赵神也告诉他 他也是顺他的话 你既然说你都奉行规条 好 你说你们席字啊 那你席字都是在路上有人的时候 剪字起来 让人家看说 这个人很珍惜字子 其实你们私底下 都拿着书去浮在那个窗上 你们根本内心也不尊重字子 而且呢 你们每月放生啊 只要有人要放生 你说好好就跟着去啊 可是你自己厨房里面 不是还 现在还有 这个 常常都有这个虾跟蟹绑在那里吗 你不还在吃吗 而且你说你还借口过啊 你讲话很有便才啊 一开口呢 人家说哇好佩服喔 而且你自己开口的时候 也觉得伤了自己的厚道啊 但是已经呢 在那个气氛之下 忍不住了 就越讲 越痛快 骂人也骂的 那个 触怒鬼神啊 激了很多婴儿了 自己还不知道啊 甚至还以自己 很厚道来自居啊 服务谁欺 欺天服务你要骗谁啊 你要欺老天嘛 而且说你说你没有邪影啊 这个赵神也就跟他讲 你是没有那个机会啦 你假如真有那个机会 你不可能过得了关 你平常看到一个比较庄严的女子 你的眼睛就已经 笨得很厉害啦 叫俗四肢啊 然后心就已经晃了 根本控制不住了 所以你只要有机会你就完蛋了 你自己反省反省真的有美女现前 你能够让像乳男子一样过得了关吗 接着赵神也说的 连规条上你都做成这番模样啊 规条外的那就更不用讲了 接着赵神也说 你每一次烧的书文都禀告上天啊 上天已经命很多死者 每天都来查你的善恶 好几年一个善行都查不到啊 但是呢 察觉你在失居独处的时候啊 贪念淫念嫉妒念 贬极念 高级悲人傲慢 一往其来 懊恼过去 安求未来 这是愚痴啦 恩仇报复念 惩恨心很重 冲冲于凶啊 太多太多了 所以你这些义恶啊 固结于心中啊 上天记得很多啊 你的大难都要领头了 你逃难都来不及了 你还求什么福啊 把他整个都讲得这么仔细啊 最后他才非常惊恐 跪下来流眼泪 说君 你怎么都知道我的事情 你一定尊神 希望你救我 所以从这个叙述当中 打破自欺容不容易 好 他决定面对自己的问题了 要面对了挑战才开始 为什么 他真的面对了 跟习气要拔河啊 浮浮沉沉 静静退退 他也很难过 最后他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说 愿从今天开始我的正念能够保持 善念永存啊 善力精进 我那个道力能越来越强 我堂有一丝一毫 自我宽恕啊 勇舵地狱啊 他发这种猛心呢 磕头磕到流血 请问大家磕头磕到流血过没有 大家可不要回去磕到流血 我是让大家体会他的决心 说到这里啊 想到夏年老 对我们修行的一个 很重要的心理建设 真正要功夫得利啊 要发勇猛心 立决定志 我这一生一定要作佛 他发了这个心会遇到什么境界呢 很多考验 他得要不顾生死 不计成败 这个仗才打得过去 不然不要说很多习气啊 一个习气就困住我们 怎么过关斩将呢 大家去体会这八个字哦 不顾生死 死都不怕 就怕自私自义的念头做主 不顾生死 不计成败 一天那么多境界啊 假如这一个境界考失败了 我们还在那里气馁 那就不知道又浪费多少时间 错了怎么样 后不再照就对了 还在那里郁闷 还在那里沮丧啊 不知道又有多少妄念相续了 不计成败 所以不计成败 错了就改 念头错了就转 不计成败 那这样的态度下功夫啊 慢慢 功夫才能够得力过来 使有相应分 才能跟佛菩萨 的加持相应 才能不烦恼做主 好 那最后这个 以这个愚公的这个例子 我们共勉 一起 打破志气一关 好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 谢谢大家 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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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